各位網友早晨,歡迎又來到我們《芒向早晨》的時間 錄的時間是2021年6月15日 首先這裡有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才是鎮迪好啊 紐西蘭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和我家燦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到二台《蒸香煲》 和三台《曬冷氣》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又說說台灣地區的事情 大家知道台灣地區本來蔡政府 就是訂了一千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還有這批疫苗原來是在泰國生產的 蔡英文日前接受電台訪問說 人家現在泰國疫情比較嚴重 所以就先優先把疫苗給泰國用 結果這番言論居然被泰國政府打臉 很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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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說回來 曼谷時報 訪問了泰國總理府的副發言人 叫代蘇麗 原來 他就說 泰國並沒有阻止阿斯利康疫苗出口 其實是向蔡英文打臉 因為蔡英文的這段言論就傳到泰國媒體那裏 就好像 說到 因為台灣優先 給泰國人用疫苗 所以 台灣疫苗才會延遲交收 這樣說 才延遲交火 結果 人家副總理發言人出來打臉 笑死 她現在都很沒有面子 還有 泰國政府又說 他就說 泰國當局完全沒有阻止任何疫苗出口 因為 這些是由製造商負責管理的事 不關 一间泰国政府事件 所谓的总统府发言人 所谓的总统府发言 总统府的相印号 他的发言人张晨涵 张晨涵我们说了很多次 经常被人家啪 做发言人没办法 他昨天就这么说 他说那天6月11日当日的访问 蔡英文都没说过 泰国政府阻挡疫苗出口 另外他也是 这个发言也是翻出 这些续字续字的翻译本 上面就这么写 疫苗有件事是说 现在各大药厂提供的疫苗 跟全世界的需求差很远 所以疫苗大家都在场 从去年到现在 现在签差不多两千万剂的疫苗 不过疫苗的有个特性 是有其效的 不可以一次过进口进来 所以要分批进口 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6月应该到的货量不足 主要是供给台湾的阿斯利康疫苗 是在泰国生产的 现在泰国疫情比较严重 所以他们优先把疫苗交给泰国使用 另一个亚洲大厂就是印度 但是印度也疫情严重 所以6月份供给台湾的疫苗比较吃 这个就是他说的蔡英文的原话 另外他就这样说 这些都是媒体翻译过程出现错误 才造成误会 不要赖他 不要赖蔡英文 不关他事 为什么总理府的发言人都在那里 是否因为你当时说的 好像有少少卸责 他说 还有泰国的总理府发言人 已经说明 不是泰国留给自己 根本是这些商业行为 不关事 总之不关泰国事 就是这么简单 不要搞我 所以蔡英文是想脱窩 很多人都说 你脱窩自己 岛里面的政党政客政敌 甚至手下都没有人可以踢爆你 但是你脱窩被外国外面的 根本就当人死 当人傻的 你这样做是当人傻 以为是以前资讯不流通的年代 人家一番 很多泰国人在台湾做工 一番一看到 你自己要脱窩 你这样影响到我的国际形象 我欺负你 现在最麻烦的是 下一步就是 可能会捉住泰国 哦 原来你是从中国 朋友到这样的地步 泰国 我为什么要捲入你们之间的纷争 没必要的 没必要 你这样搞得我一副都是 我当然会顶你 因为你们应该是奶茶联盟 是的 你这样搞奶茶联盟来赌我 你想怎样呢 我搞错了 你虽然珍珠奶茶 我知道你很厉害 但是你也不可以这样 就是很过分 是的 其实好像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 他就讽刺 就是说 可惠的泰国 你敢打少英 让少英情何以堪 少英硬起来 会罚你泰国人三百万 就是那些叫做什么 假新闻 最搞笑的是 哎呀 小心网军出征到泰国总理府 其实大家就是不相信你 你觉得 其实也有台湾的 那些香云 就是PTT的人说 哎呀 好心你骗台湾人就算了 台湾人都习惯了 人家搞得人家泰国总理府都出来说话 你是不是 哎呀 丢脸丢到国外呀 其实也对 其实很丢脸 之后呢 之后有人说 笑死人 自己无能 还拖泰国下水 哎呀 跟泰国有什么事啊 关泰国有什么事啊 人家总理府都说不关他事啊 是 是阿斯利康 这间厂自己的商业决定 是吧 那你就说泰国了 那其实呢 好似 这个 罗志强 他还在面书里说 蔡英文 说 政府买了一千万劑阿斯利康疫苗 但是呢 因为生产地 疫情严重的泰国呢 所以呢 泰国将疫苗留在 泰国国内优先使用 那台湾呢 每日呢 都有二十几人 因为疫情 而离世的 那蔡英文 从来都没有向泰国抗议过 啊 真是关了世界的大爱 啊 令人动容啊 哎呀 不过呢 这个泰国总理府就不领情啊 啊 还故意打人家小英的脸 哎呀 居然敢说 泰国没有阻挡阿斯利康疫苗出口 哎呀 这一千万劑阿斯利康疫苗 什么时候才到啊 还有 其实呢 这些阿斯利康疫苗呢 没有道货系 跟厂商管理有关的 不关泰国事的 所以他真的很没面子 这次真的大锅消息 泰国有这么厉害 现在的疫情早上搞定了 是的 自己拿 好像欧盟和疫苗 比你十倍啦 说话 是啊 咯 家产说得对 如果他好像欧盟和美国佬那样 不出口自己打完先 是吧 是吧 意大利佬也是 法国佬也是 自己扣住不给澳洲 是吧 所以欧盟现在都是 疫苗接种率都是高的 是的 泰国没有了 是很过分的 唉 所以其实 这些真的不是那么好 你就说 哎呀 这个翻译出错而已 但是你的的确确是 说了一句话 就是 哎呀 现在泰国疫情严重 泰国人呢 留给泰国先用先 人家都说不关事了 阿斯利康商业决定来的 关与泰国事 关与泰国人 关与泰国政府事 不要这样 很难看 真的很难看 真的很难看 另外呢 我们之前说过 台湾女歌手潘美臣 其实他之前分享了一条视频 在内地接种 又说医生很专业 还有是打完完全没有副作用 其实他全家在台湾的家人 全部都哭了出来 他妈妈就说 哎呀 好了 阿妹啊 终于啊 有打疫苗了 妈妈还在当场哭了出来 可以保护到自己 放下心头大石 其实也都 她的台湾父母也都是 哭为什么 是感动 哎呀 他们有得打 你看看台湾现在怎么样 潘美臣妈妈妈哭 是因为对于 島内的质政者的无奈 看到自己的女儿 在内地 可以有疫苗打 其实也有很多台湾人的无奈 是吧 那她妈妈说 哎呀 真是好啊 在那边打到疫苗 其实呢 也都令到很多艺人 觉得 哇 在对岸工作 又可以找到吃 又好像安全很多 起码打疫苗 有台胞就不用钱 是啊 那么好 检测又 你看看检测速度有多快 速度有多快 干手净脚 没那么烦 是不是 你看看 台湾那个政局 那些政治人物在搞什么 是很烦的 是啊 是啊 那潘美臣还说 医生怕他痛 很贴心的慢慢操作 实在太有爱心了 打的过程一点都不通 没任何感觉 打完又没有副作用 实在太专业了 嗯 那潘美臣的阿哥呢 也都说 哎呀 现在全家人都在台湾 非常 那 只有阿妹潘美臣在内地工作 由于疫情呢 潘美臣每个月的工作呢 都是比之前呢 少了一些的 但是呢 总比 总比没有好 其实他 不敢说狠话啦 因为你知道啦 那些明星那些 那些家人一说狠话 你那些 陆营那些网军 又来射他 哈哈哈 他说得很忠诚 但是也都表明了一种无奈 对不起啦 台湾真的是 在这件 所谓超前部署上面 真是令人发笑 的的确确 有台湾民众 现在都去其他国家打疫苗 那当然啦 我们都说过啦 很多 台湾知名人士 也透露了自己在中国大陆打疫苗 其实他们的命不是命吗 陈时中说嘛 啊 中国大陆打的 我们就是不打 这些很白痴 真是 痴痴地 这么白痴地说得出的 这个陈时中 唉 我知道你做牙医 哈哈哈 这是什么官来的 这是什么官来的 其实 垃圾 有效的 你哪里出的都不要紧 最紧是有效的 你说明 其实你就看到你这个人很肤浅 总之她的 而且很少学计 她的我就不要 我就是不和她玩 哈哈哈 是这样的啊 大哥 要知道这个人 简直 哈哈 另外一位台湾的演艺人 就是艺人 贾永哲 其实 是 就是 在她面书里讲 她说 救命神器 HFNC 要来了 请大家再等一下 原来 她就是 透过有人 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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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医护界人士的 稿子 现在 全台湾都在打 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说 救命神器叫做 高流量氧气被导管全配系统 就是刚才说的HFNC 其实每部定价是27万新台币 贾永哲和她老公黄绍杰 第一时间已经出来捐了15部 她更加一一打给企业的友人 结果没有一个人拒绝她 其实总共有什么人捐了呢 就是于美人小S还有范韦奇也捐了 现在已经没有捐了 总共囚集到252台 总共6804万新台币 现在仍然加码中的 真的很感动 结果又是打念蔡英文 因为13号的深夜 其实她有画面书 很喜欢画面书 好像在Facebook有点像阿鲲 她就说 哇我们可以了 我们指挥中心已经 已经采购了500部这些 高流量氧气被导管全配系统 HFNC了 还有很快有200部已经到台湾了 最快的速度就会分给医院 不好意思啊 人家呀 普通明星都有252部啊 真的又狠狠已经打了一年 有网友就这么说一下 就是这些乡文就说 啊这么巧的 啊 艺人没有捐的时候就没有货 艺人一捐的时候突然之间有货的 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呢 哎呀 死了原来 原来他们都拿到250多部的 哎呀 糟糕我得200部 哎呀 200部都照说出来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不入职管 每一天都说斑点 每一天都说斑点 但是为什么要保持这么多呢 现在就一定是被人怀疑的 原来你 是啊 你说得对啊 还有他说到 其实实质只有200部 可能他说哎呀 500部订了 不过200部才到 人家呀 那些呀 拍了照片了 是有在的 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我相信 可能多数就是中国内地产 不是开玩笑 是啊 他就是说 我们要中国货了 是吧 到时候 哈哈哈哈 他玩这些 过了火 你可以不提的嘛 别人说 你用中国货 他就说 他可以说 我把人命放在前面 已经搞定的了 但是他又怕 他就被人夹爆了 没事的 那么另外呢 当然啦 贾燦肯定有些 落回出来帮他 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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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对 那么他说 哎呀 那么政府采购 是要慢一点的 但是 喂 政府采购慢一点 但是疫情都这么久了 过几月啦 你慢也有个普通吧 还有一个政府 有没有能力 就是看一下你 有没有在关键时刻 可以得事得办 这个就是执政能力 你拋不拋得开你的自我 这个人是最重要的 是的 其实他根本做事是慢 我觉得就是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贾小姐 那些东西已经送到台北 榮民总医院了 你呢 这个真的很好笑 可能 我想这些东西 多数是中国内地生产 我推断 我推断 中国内地生产 他特意就是不找中国内地生产的 所以就很久了 但是你没办法 我们说过 印度那些 防疫的小神器 99%都是中国生产的 中国内地生产的 如果连机器 好像疫苗 机器 这些 就是防疫 医疗机器 都要搞政治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没得够 够人命的 现在当然了 像陈文善小姐说 现在 绿营盘算的 当然不是死亡的数字 就是下届选举 我引述的 其实我觉得都对 你想想高雄 只有六十几人染疫 你派的疫苗 是比台北 新北时代 有没有可能 台北新北 都比3000人染疫 虽然高雄是你执政 我知道 是绿营执政 也是陈其迈 老少想似金汉那个 但是不要这么难看 人家几千人 一个城市染疫 疫苗都比你少 你只有几十人 你这样真的说不过去 很难看 是吧 所以 不过难看都不重要 他和魔种一样 难看都不重要 转身 转身快 变得快 转身转得快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现在这样搞下去 可能台湾疫情 也有缓和的 因为老实说 有这么多人走了的话 难听些说 那些走的人都 到一个数了 好像印度那样 走的人到一个数 他都会跌下来的 但是牺牲的是人命 是吧 好了 那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